据路透社报道 马斯克当地时间25日 在回答关于特斯拉公司 2022年第四季度财务业绩的问题时 谈及中国的竞争对手 他的评价是 他们工作时最努力也最聪明 也最有可能仅次于特斯拉 路透社报道 当被问及特斯拉面临的竞争时 马斯克回应称 他尊重中国的汽车公司 称中国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马斯克表示 他们工作时最努力也最聪明 因此我们猜测 一些来自中国的公司 最有可能仅次于特斯拉 路透社报道称 马斯克没有点名任何中国制造商 路透社还总结称 马斯克的话是说 在电动汽车领域 中国企业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 报道称 马斯克也表示 我们的团队正在中国取得成功 我认为 我们实际上能够吸引到 中国最优秀的人才 因此这种情况很可能会继续下去 路透社此前曾援引特斯拉公司 一份内部公告称 特斯拉公司副总裁 亚太区总裁朱晓彤 将担任该公司全球管理层职位 负责特斯拉美国生产业务 及北美和欧洲销售业务 并将继续担任特斯拉 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销售的 最高级管理人员 报道还提到 马斯克之前也曾赞扬过 中国的竞争对手和中国雇员 2021年 马斯克曾表示 中国汽车制造商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 他此前还表示 在去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 中国工人曾工作到凌晨三点 以维持特斯拉工厂的运转